白米呈現半透明 有如牛奶般朦朧外觀 米飯帶有丹雅香氣及光澤 熱飯口感輕柔 冷飯Q彈 水稻新品種台南20號出爐 糙米烹煮時更無需浸泡 民眾王后又多了一種米食新選擇 實際上它有節水 減碳 超口感 大家我們這邊有畫一個小人 好吃到不行 好 那這個品種它實際上 大家都知道目前台灣的水稻 台南11號栽培面積超過64% 那面積非常的大 可是它是會就是每年的倒熱病 是一個感病的品種 雖然它的產量好 可是這個對台南廠來說 就是一個原罪 所以我們育成的我們必須要把它改好 所以在這邊倒熱病是我們第一個要克服的 然後第二個我們大家剛剛主持人有講到水稻 我們怎麼樣把我們的米食可以復興起來 大家現在的早餐都是吃小麥類的東西 那怎麼樣是一個好的水稻 所以我們台南14號當時在育種的時候 它就是引進了日本的牛奶皇后這個品種 那這個品種它的好處就是它的熱飯的時候軟嫩 冷飯的時候Q彈 甚至它的糙米糙米喔 像我這種很不會煮飯的 每次要我泡 然後泡我就忘記了 那它不需要泡 然後它的糙米更好吃 所以引進了牛奶皇后 然後我們育成了台南14號 可是當時發現它在推動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些缺點 所以呢我們又把它在跟台梗4號 它是有芋頭香 所以我們這一個育成的媽媽 然後在跟台農84目前抗倒熱病最強的品種 跟他父親雜交出來就是台南20號 那這個品種我們看一下在這個 我們108年的高級試驗的結果 我們在不管是生育日數、豬高、產量 其實跟台南11號都是在這個 差異不顯著的範圍 也就是它的產量其實是跟台南11號 那換句話說這個對農民來說 假設他今天鼓勵他來種台南20號 他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它的 這個抗病性 我們都知道它的抗病性在這邊 它在台南11號的話是急感 那我們20號的話是中抗 所以它的效果很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農委會現在在推農藥減半 那它實際上的貢獻度在哪裡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用了 冠型的台南11號 跟我們用IPM的台南20號來比較 那實際上農藥的用量 它可以減少1公斤 然後農藥的成本可以減少600塊 那這個對農民來說更是一個 他們可以接受的部分 那同時在IPM我們在這邊也有做了 我們利用一些新費洛蒙的誘引 然後知道先監測 然後適當的時期再來施藥 這樣子農藥的使用量可以更少 因應氣候變遷 節水減碳 農委會迎合消費者對米飯的需求 歷經9年育種 成功選育出節水減碳又具口感的新品 台南20號每公頃減少21% 約2500公噸的灌溉水量 緩解缺水危機 同時減少碳排放 產量穩定又具備倒熱並抗性 提升農民田間管理技術及友善環境 也將計轉嘉義縣推廣生產 那尤其這個品種在整個 這一個近年排放減碳 節水 非常有顯著 那嘉義縣是一個農業縣 那我們自己在整個一個 土地的一個生產上面來講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地 那今天特別我們廠長這邊 台南改良廠這邊 特別在我們這一個 尤其是台南廠是在我們嘉義入草所預成的 那當然我們亦不容辭 我們今天特別上來 來跟我們農委會這邊 改良這邊簽訂的記轉的這個 簽約儀式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把好的產品 留在我們自己的嘉義 那未來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是說好的這個產品 然後我們也透過好的這個行銷模式 我想嘉義縣政府在最近這幾年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大概透過所謂的 這一個嘉義優先的這個品牌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也透過這個機制審核 目前有138加406項的產品 透過我們嘉義優先的這一個品牌去行銷 那不管是在我們國內的所有的各大通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買得到 這麼優質由嘉義縣政府認證 保證的這個優質容測產品 提供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那這個談人20號 我們也希望是說未來推廣成功了以後 那我們希望也能夠把它建立一個品牌的名稱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品牌 也讓我們嘉義優先裡面的這個品項 去推廣給我們的所有消費者 大家一起來享用 水稻它在全台灣 它的栽種面積是最大的 最主要的一個農作物 它除了兼顧我們的糧食安全以外 它對於農村經濟 還有我們的整個環境生態 都有著非常大的貢獻的功能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的水稻產業 能夠在台灣永續的經營下去 是我們農委會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為了讓我們國人能夠吃到我們在地新鮮 而且非常優質可以低碳的這樣子的產品 我們全國的各個試驗改良場 費了非常多的心力在育種上做努力 那我們今天更開心的能夠看到 我們台南去農委改良場 除了育成這個剛剛我們土豆人還有廠長都有講到 溫飯的時候是輕柔 哇這個形容詞大家都很難想像 大家等一下可以試吃看看 熱飯的時候輕柔 冷飯的時候Q彈 那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在糙米的時候是不需要浸泡的 那在我們一般來講像我們家庭主婦 在煮飯的時候很希望提供給孩子們家人是一個優質 然後營養素能夠保護的最好的一個稻米 所以最好的選擇就是糙米 但是糙米它通常就比較粗硬 所以要先泡 那也有很多婆婆媽媽推薦說 你就白米三糙米一這樣子去做混 是口感最好家人最容易接受的 但是好囉白米三糙米一我要先提早幾個小時去泡我的糙米 然後再來煮 我想現在的家庭主婦很多都職業婦女不太可能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像我回家哇能夠趕快把米洗一洗放到電鍋裡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在台南20號它有著糙米非常的軟嫩 然後黏性又很高 可以直接不需要浸泡就可以烹煮 所以所有的婆婆媽媽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優質的營養的 把整顆稻穀的營養元素通通保留下來 讓我們的家人能夠吃得幸福又健康 那另外剛剛廠長也提到 我們為了淨林排放的這個目標 所以在這個水道利用我們乾濕灌溉的方式 台南20號它每公頃就可以節省2500公噸的灌溉水 剛剛廠長也說如果我們推廣1000公頃的話 就可以節省半個寶山水庫的這樣子的一個蓄水量 再加上它抗我們的稻熱病 所以它的用藥可以減少 也可以減少農民的一個支出 所以這麼好不論是低碳 然後又可以友善環境 減少農藥的這樣子的品種 是我們要強力推薦給所有的農民來做栽種的 那另外我們也很期盼消費者 能夠跟我們一起來享用這麼優質的 那我們特別的感謝嘉義縣政府 執行力那麼好的嘉義縣政府 可以跟我們的台南區農業改良廠合作 讓我們能夠很快速的達到1000公頃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然後讓我們更多的消費者能夠享受到美好的台南20號 也更期盼農民可以藉由種到種台南20號 來愛護我們地球 愛護環境 然後也讓自己的收益增加 農委會也藉此推廣食農教育 推薦民眾除了西式早餐外 可以考慮中式早餐 利用米飯 原型食材製作營養罐 外型又美觀 兼顧健康和美味 為記者翁軍 台北報導